台湾外交处境再传震撼 外交部长吴钊献宣布 在确认所有外交途径无效后 与萨尔瓦多中断邦誼 并停止双边合作计划 撤离大使馆与技术团 萨尔瓦多政府从去年以来 不断向我要求大量的资金 援助该国东边Port La Union 就是联合港的开发案 在政府派遣专业工程团队评估之后 我们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开发案 也可能导致我国和萨尔瓦多政府 陷入高度的债务风险 苗头指向中国大陆金援 吴钊献表示 萨国若是专注能够增加 两国福祉计划的教育农业基础建设 我方都愿意支持 但对于金援外交甚至要求违法 给予政治现金等 我国不愿意也无法进行 今年六月外交部就掌握 萨尔瓦多与中国大陆有意建交 七月时外交部长吴钊献探访 萨尔瓦多并进行一切努力 但仍无法挽回 在上个月我本人也率团前往萨尔瓦多 跟萨国的总统副总统外交部长 以及相关的官员了解状况 并且进行讨论 连在我们出访的期间 我本人也都还与萨国的外交部次长 在巴拉圭会晤 非常遗憾的是 即使政府做了这么多的努力 仍然无法挽回今天的状况 今天做这样子的这个宣布 那这个是在总统出访回来之后 那当然这个针对性也是非常的强 我们对于中国的这样子的做法 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 游说失败后萨尔瓦多选 在总统蔡英文出访结束后隔天 宣布与我方断交 时机敏感也凸现蔡英文政府外交困境 盘点蔡英文总统就任两年多来 继胜多梅铺林西比 巴拿马多米尼加布吉纳法索 现在又多了萨尔瓦多 等于说两年多内断了五国 只剩下17个邦交国 接下来面临中国大陆 在中南美洲的影响势力增加 台湾外交处境恐怕将会更艰困 欢迎新闻林建祥林志鹏 陈淑满台北报导